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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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不斷的推动 而且还要点心,点心,点心,午餐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大家有一点点的动机说 我来试试看 又结果我要说 你试的,你一定会上瘾 明年你也一定会再来 I guarantee you, I guarantee you 那就来试试看 一次,告诉你旁边的 一定会有收获的 Hallelujah, Amen,一定会有收获的 So just come, just come 来了,你一定会领受到神的祝福的 Amen 好, before我分享神的话之前 有没有人有见证的 这两个礼拜里面 弟兄姐妹,我极力的推见证 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就建立在 你我的见证里面 耶稣说,你们要去 到万民会 怎么样,你们要到地级为我做什么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耶稣不是说你们到地级去参加聚会 No,耶稣说你们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So now I open it Just two person 有没有,两个人 任何人你觉得有见证 我有两个了,没有了 对不起,后面的就没了 下个礼拜再来 OK,请你们两位一起上来,好吗 Yes,感谢主 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 Hallelujah 好,齐瑞姐先来 Amen 感谢主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我们有神真好 真的 神好伟大 我这一次到台湾呢 是 去 陪妈妈过春节 你妈妈几岁 我的妈妈已经98岁 所以我很开心 所以你还很年轻 是的 在耶稣里一直都是很年轻的 OK 所以呢 我要说 妈妈98岁 她还会爬楼梯 哇 我也要 她每天爬楼梯 从她的二楼一直爬 爬到四楼 还要洗衣服 很厉害 所以她的身体很健康 结果因为我是 我是因为我的脑手术之后呢 我就 我就走路啊 什么这些都是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妈妈就说 我的 我的体力比她差 她的体力 真是很棒的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 很重要 神与我同在的事情 就是 我是 2月4号的时候 从我们美国出发 在2月20号的时候 我从台湾回来 但是 你知道 从美国出发到 台湾 我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 从台湾 回到美国 是11个小时 20分钟 你想想看 这么长的一个绿厨 这是我开刀之后 第一次坐飞机 坐长途的旅行 神真的很爱我 我在这个飞机上 我很舒服 没有觉得很难 很不舒服 然后回来以后呢 虽然说 我现在还有时差 可是 我呢 不是太累 想睡觉 但是不是太累 感谢 谢谢 神真的很伟大 谢谢 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比她晚回来 所以我的时差更严重 感谢主 然后 她的妈妈98岁 我的妈妈92岁 然后 可是我的妈妈 比她的妈妈差很多 不要讲爬楼梯 走路都要外劳扶着 所以我也是跟她一样 回去陪妈妈过年 可是 我们小组的人 都知道 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的妈妈已经这么老了 她还没有信主 这是我心里很大的负担 可是你知道老人家 很难说 很难跟她传福音 也不能太push她 所以我只是放在心里 也请小组的弟兄姐妹 为我祷告 可是刚才牧师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就可以 现学现卖拿来用 我的心里面真的就是 上帝是我的福分 怎么可以只是我的福分呢 我也愿意是我家里 每一个人的福分 所以这次回去 我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 不管用什么方法 让我妈妈能够听我讲 至少讲一些救恩的事情 让她认识耶稣 结果我没有想到 上帝对我好到 我无法想象 我回去你们知道 我就赶快去 我妈妈住在深坑 大概不晓 大家不知道 我住在南京东路四段 非常非常远 可是我就去看我妈妈 然后我还没有开口 跟我妈妈传福音 我的弟媳妇 一个本神妇女 一个传统家庭的妇女 传统信仰的妇女 她就跟我说 大姐 你可以带我去教会吗 你知道吗 我听到是多么的高兴 我还不太敢 很欣喜 我怕吓到她 我就说 好啊 我回去说 不是主日 然后我就赶快回去研究地图 你知道吗 我们找教会 也不能随便找的 对吧 我们要找血统纯正的 灵良堂体系的 而且还要以后 我不在的时候 它方便去的 我考虑很多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 木柵灵良堂 是哦 刚才领唱的那一位 是吧 啊 感谢主 我不知道 然后因为从深坑去 有一趟车 两趟车吧 可以到 那当然从我那边去 就很辛苦 刚刚回来的人 都知道台北 又冷又雨 非常冷到不行 我主日的时候 我有三个主日在台北 每天 主日早上 我七点多出门 公车 转捷运 再转公车 然后到教会去等他 然后他再来 他连了三个礼拜 跟我来主日 我又很怕 牧师讲得太深 吓到他 可是啊 感谢主 这三个礼拜 都是让木道友 可以听到可以听进去的 然后那个教会很小 小而美 我跟那个带牧师说 你们教会小而美 而且才去了第一次 他们的牧师就打电话 给我的那个弟妹 就关心他了 然后我就 每一次我都早一点去教会 有一个秘牧师 一个女的牧师 就跟我一起带导 为这件事带导 结果我要回来了 我很怕 我不去了 我弟妹就不去了 结果你知道 昨天台湾的主日 他传一个照片给我 自拍的 他在那个教会里 拍照片给我 他没有告诉我什么 他只是告诉我说 姐姐 我来教会了 感谢主 真的是感谢主 这一件事就够感谢主 我刚刚跟牧师说 我还有好多事 可是没有办法占大家太多时间 以后有机会 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主真是爱我们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个回去以后 蔡教授会跟进的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弟弟的就传了 我们全家一起 过年吃饭的照片 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的妹妹居然会在 这个照片里面就这样 耶 哇 一个多年忧郁症的人 整个都被神翻新过来 谢谢大家 你们的祷告 你们的祷告 非常的有能力 我妹婿告诉我 她不单得医治 她的忧郁症 一直都在恢复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 真的是好的神 Amen 哈利路亚 告诉你旁边的人 我们是福悲满意的人 有多少人 你喜欢神的福气的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 是一位赐福的神 你说Amen吗 从神永恒的心意里面 祂就是要为我们来祝福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印证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与神的旨意对齐 上个礼拜我有提到了 上上礼拜我提到了 与耶稣对齐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与神的旨意对齐 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 alignment 定位 或者是对齐 那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对齐了 我们就可以领受 神各样的恩惠 By the way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给力 对吧 所以 Coming来的这个领导力特会 就是给力的聚会 所以我相信 You will get the encouragement 好 我们第一个来看 神的旨意 神对亚伯拉罕的心意 神拣选了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就是亚伯拉罕的家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祝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主 要因你得福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段的经文 每一次当我们传讲 神的祝福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些人 喜欢贴别人的标签 说那些人都在讲 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弟兄姐妹容许我要讲 我要继续传讲 神的祝福 因为神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绝对不会传讲 失败的神学 我要传讲的是成功 Amen 这个成功跟世界上 所谓的success的不同 我们之所以成功 因为耶稣基督 从死里面复活 死亡再也不能拘禁 我们的神 Amen 所以耶稣基督来 教我们从罪的咒诅出来 是不是成功啊 耶稣来教我们 从各样的咒诅里面 被释放出来 是不是叫我们成功啊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我的神 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Amen 所以神从创世以来 他没有改变 他的心意 就是他要赐福 给他所造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容许我这样说 有一些人喜欢贴别人标签 我认为那是一种的偏见 弟兄姐妹 因为神不但要祝福我们 神要透过我们 成为列国的祝福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是神祝福的管道 我们是神祝福的管道 那当然 当我们要成为 神祝福的管道的时候 当神赐福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个被神祝福的 所以 The blessing is not for you The blessing is through you 神的祝福不只是为你我 神的祝福是透过你我 Amen 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的经文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赐福给你 这是个人的祝福 然后神对他说 你也要叫别人得祝福 换句话说 不但个人被祝福 别人也被祝福 然后最后给你告诉我们 怎么样 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不但别人得祝福 神的心意是要 万国都得祝福 所以英文圣经说 We'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 所以我要宣告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我们是被上帝祝福 也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的人 Amen 但弟兄姐妹容许我这样说 我们如果常常祷告说 主啊你祝福我 所有的祝福只是停留在我个人 容许我这样说 那个不是祝福 那叫自私 因为所有的恩典到我这里 Stop No more 弟兄姐妹 我们要神的祝福 是因为我们的心 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Amen 各位从旧约圣经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只有看到一件神的心意 很清楚 如果你抓住这个主轴的话 你就很清楚 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有先知 有君王 然后这些记载 到底在讲什么事 我告诉你 整本圣经只讲一件事 那就是上帝救赎的恩典 Amen 人在亚当夏娃里面堕落之后 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人失去了神的祝福 人失去了神的保护 而神借着一个人 借着一个民族 借着一个国家 最后借着一个群体 神的心意在每一个世代 神在每一个世代 都要找到一个器皿 所以神可以透过他们 或者神可以透过他们 去祝福到列邦列国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使 所有被造的 可以领受到神创造救赎的恩典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如果我们从这个主轴来看的话 我们个人被祝福 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事 我们被祝福是因为 官夫万国万民 Amen 所以各位 在神永恒的句话里面 神拣选了一个人 一个家 这个家 就是亚伯拉罕的家 神先祝福他 然后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命定 You will become a blessing to the all nations 所以各位 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 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 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拉罕服服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立你做多国师父 哇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拣选 亚伯拉罕的终极目的 神不只是说 因为亚伯拉罕长得帅 我没有看过亚伯拉罕 我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但是神拣选他 神说 我要赐福给你 但是这个福给你呢 不只是为你跟你的孩子 我要赐福给你的目的 是叫你成为多国的祝福 这是上帝的心理 接下来我们再见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所以各位 当亚伯拉罕跟神的旨意 对齐的时候 那个祝福是远超过他个人 可以想象的 神告诉他 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 往我要你去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上帝有一个带领 上帝有一个旨意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但是亚伯拉罕要领受 这个祝福 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要很快的 align with God 对准神 要他做的 我再说 他要很快 对准神 要他做的 他不能只要神 祝福我 但是不对准神的心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叫他说 去 我要你去的地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隔天起来 打包 行李 就怎么样 就出去了 如果你看西伯拉罕 你就会发现 西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 往哪里去 他自己都不知道 各位如果你是沙拉 起来的时候 你丈夫跟他讲说 神叫我们去搬家 搬去哪里 不知道 如果你是沙拉 你会跟他去吗 通常我想机会不大 我经历过 我到三十岁 我们家搬了三十二次 有没有人可以破我的记录 大概很少 我们家曾经在一个月里面 搬两次 我爸爸的个性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次 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今天我们要搬家 所以当我知道之后 两个小时卡车就来了 我妈妈连来得及 整理都来不及 我们是所有的东西 一直塞一直塞 往卡车一直丢就对了 到那边再整理 所以我知道那种心情 怎么可能 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要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亚伯拉罕当时 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 就我们来说 可能都有一些不安定感 也可能有一些不安全感 但是亚伯拉罕因为顺服 所以他蒙了神的大福 Amen 兄姐妹 容许我这样讲 陈牧师没有意思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搬哪里都不需要计划 All right 我去哪里都不需要计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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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还是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神会做一些事 让我们根本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个时候当神说对准的时候 我的心愿不愿意 很快地跟神的心意对去 所以以致上帝 在你我身上的那个旨意 可以实现出 坦白说 这个过程是需要操练 真的 真的是需要操练 我会觉得当年纪越长的时候 就越不敢冒险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冒险 但年纪越长 在梦想的列车上 刹车踩得越来越厉害 所以意思就是说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很多很多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出来穿福音的时候 我都觉得买房子干什么 不需要买房子 我们神就是我的家 我就是住在神 我不管去哪里神必预备 但是慢慢慢慢后来发现 买房子蛮重要的 就买了房子以后呢 我就发现 就被那个房子lock in 你知道吗 而且不但lock in 而且lock in三十年 我以前租房子的时候 我就跟师父说 好神带我们往那里走 就move on 神带我们往那里move on 我们很开心 但是现在每想要搬一次 我们就想说 我们多祷告多祷告 看神的带领怎么样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要看神 很多人里面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到底合不合理等等的 我想一大堆 我的意思是什么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看见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若这真是出于神的带领 我们需要很快的对弃神 otherwise 上帝的心意没有办法 透过我们来成就 所以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 神不当让他做多国之父 各位你看到神说怎么样 我要将 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 其实英文 这里说我要 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英文圣经说 是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各位世世代代被祝福 亚伯拉罕一个人 对准神的心意 他的儿子有没有被祝福 他的孙子有没有被祝福 他孙子的孙子有没有被祝福 他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有没有被祝福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 你可以看到 未来你的五代 是怎么被神祝福的 你今天睡觉的时候 一定会躺着 对吗 中国人有一个咒诅 我觉得要cancel这个咒诅 中国人的咒诅说 付不过 你为什么还要讲呢 我要宣告神赐福我们 直到千万代 Amen 中国现在流行 付二代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新生命 灵粮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付千代 Amen 弟兄姐妹 我真的要我们每一个人 抓住这个祝福 不单是在物质上祝福 你在属灵上祝福 在身体上祝福 在关系上祝福 在情绪上 各样的事上被祝福 各位我真的要说 亚伯拉罕一个人对准神 他的世世代代都被祝福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牧师啊 他在Mexus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狡猾 这么会赚钱 我告诉你 没办法 因为亚伯拉罕做对 这么小的国家 在全世界里 这么小的国家里面 但是这么的强大 这么的 几乎每一场战役 他们都赚 几乎的 没有别的理由 因为耶和华 神赐福 亚伯拉罕的会 世世代代 而且神说 这个不是 不是 不是 神说 我跟你 立永远的约 forever and ever 感谢主 虽然我在学童里面 我不是犹太人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我可以成为 亚伯拉罕树林的后裔 所以这个约 不是我跟神的 这个约是 耶稣跟神里的约 所以我在基督里面 我透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与上帝立永远的约 所以我要说 我们的全家 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 如果你什么都听了 都忘了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 告诉你旁边的人 我 家的世世代代 一定是被神祝福的 我家的世世代代 一定被祝福的 Amen 我要看见 我的儿子被祝福 我要看见 我的孙女孙子被祝福 我要看到 他们未来的孩子 也被祝福 Amen 所以各位 但是这个祝福的 目的在哪里 还是只有一件事 这些祝福将来 有一天成为 万国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不被祝福 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 就很有限 你知道意思吗 我们的教会 如果没有被祝福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 也很有限 你知道意思吗 Amen 所以求上帝祝福 这个属灵的家 使这个属灵的家 在各方面 真的在各方面 被神很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能够祝福 的确新生命 现在已经祝福很多人 祝福River Church Hallelujah Amen 每一次他们牧师看到我 都说 Thank you for this facility 我就说 Thank you for six thousand dollars Hallelujah 我们祝福他 他们也祝福我们 Sense God 我们祝福了西班牙的教会 墨西哥的教会 在下午的时间 Amen 我们也祝福了 Pastor Roggens 礼拜天 晚上在这里聚会 Amen 我真的觉得 我们被神祝福 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别人 Amen 我们没有这个 Facility 我们就不能祝福别人 Hallelujah 感谢主 所以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所以让我们能够 去祝福更多人 这就是上帝 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所以神透过一个人 就是亚伯拉罕 接下来我们看到 神透过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 神透过他们 要来成为万国的祖父 以色列其实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后来成为一个国家 好 我们一起来念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因将你们 背在翅膀上带来 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左祭师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各位在这里有三次提到 归我 归我或者是属我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上帝爱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 神怎么样 叫以色列人 专专的属于他 各位 使他们在万民当中 就是在整个世界各样的民族当中 使他们做属神的子民 各位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很有意思 英文圣经说怎么样 You will be my special treasure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以色列人是神的心中宝贝 Amen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的教会也是上帝的宝贝 Amen Amen 各位 如果是宝贝 有人欺负你的宝贝 你会怎样 就说 对不起 我不太认识他 您尽管做 有这回事吗 如果人真的欺负你的宝贝 你会怎么样 Grace是不是 Jeff的宝贝 一定是 一定是 所以有人欺负你的宝贝 你会怎么样 我什么保护他 我跟他拼呢 Amen 我的宝贝坐后面 有人如果要欺负他 我真的要跟他拼 Amen 如果有人欺负我的孙女 我的宝贝 我会跟他拼 Amen 所以神说 I bring you to me And you will be my special treasure 我要奉主的名宣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心中的宝贝 Amen 所以各位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动以色列的人 动以色列的 就是动我 哇 这句话 够呛 你敢动他 我就跟你算账 哇 各位 我要说 以色列人所向无敌 没有别的原因 Just because they are the treasure of God Amen 所以六日战争 没有几天 六天打完战争 这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 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 那抵挡我们的 就是抵挡神 对吗 所以感谢主 各位 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security 安全感 若耶和华帮助我们 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 Amen 好不好再一次 肯定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是神的宝贝 真的 你是上帝的宝贝 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 所以真的 上帝很爱你 Amen 我要再说 不管你年纪多大 你都是上帝的宝贝 Amen 宝贝的意思是什么 我是有人爱的 Amen 我们当中没有人爱的 请举手一下 Hallelujah 我们做一些内在一致的释放 所以各位 We have to declare I am the treasure of God 所以各位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动 我眼中同人的 就是动的神 对吗 所以圣经里面多多少少 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是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 是神爱以色列 那你说 牧师上 为什么神 这么爱以色列 我们看底下的这段经文 我们就来念 来 一起来 耶和华 专爱你们 简讯你们 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 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是 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 爱你们 又因要守 他向你们列主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 领你们出来 从维奴之家 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 法老的手 各位在这里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专爱你 我拣选你们 你们在 在万民中 其实 你们的人数 是最少的 对吗 也不是因为 你比别人强 英文圣经 我比较喜欢 英文圣经 是这样说的 英文圣经 说怎么样 not just because you are big and important 哇 各位 换句话说 对以色列人 来说怎么样 在神的眼光 以色列人 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 It's not big and important 那接下来说 You are almost nothing to you 哇 换句话说 基本上 以色列人在 神的眼光 如果从万民的 角度来看 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们什么都不是 但只是因为 怎么样 神尝爱 所以神的爱 是很主动 神的爱 也很特别 以色列人 虽然在万民当中 算不得什么 从人的角度来看 也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就因为神爱他们 所以神赐福给他们 所以神要透过这个民族 去祝福别的民族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 专爱这个词很特别 意思就是 你有很 你可能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你就是选择他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 你说他有什么特别 可能有 但是跟其他 很多人比起来 可能也没有那么特别 but你就是喜欢他 Am I right 我要结婚的时候 我妈妈就提醒我 说你要不要再考虑 考虑 这个对象好吗 我妈妈有很多的考量 在里面 但是我就专爱这个人 所以我就选择他 Amen 因为人有很多想法 在里面 但是当你专爱一个人的时候 其他的东西 你并不是觉得很重要 对吧 因为 You just love him You just love him Amen 可能有一些人 比他更好 或者更结束 或者更丰富 It's okay but you just love him or you just love him 所以他现在 才会坐在你旁边 对吗 Am I right 这是第一次 万国的祝福 这是以色列人 被拣选的目的 所以不但如此 神说我拣选你做 我的儿女 还不够 我们来看底下的 这里说 他现在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志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 得保全归回 怎么样 尚为小事 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 我的救恩 直到地基 所以神说 你得的祝福 It's not big enough Amen 兄姐妹 我要再说 你现在得到的祝福 It's not big enough Amen 有多少人 你相信上帝 可以祝福你 比现在更多 我也相信上帝 可以祝福这个教会 比现在更多 因为神有一个新意 如果这个教会 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这个教会 一定要被神 先祝福 Amen 所以神对以色列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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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做我的仆人 兴起来 你是以色列的 雅各众志派复兴 这样就是很大 很大 很重要的 神说 No That's not big enough 因为神说 It's not big enough 神说 你要为我的缘故 把救恩传给万民 你要为我的缘故 把上帝的恩典 传给万民 And最后 My salvation will become global 所以各位 上帝拣选新生命灵粮堂 不是只是做local church 我再说一次 神拣选新生命灵粮堂 不是只是做一个 Earvine 或者Santa Anna or Orange County的教会 神选择这个教会 使这个教会 要成为global church Amen 因为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单是local 我们也是global 所以加起来叫做glocal 好不好 告诉你旁边的 We are glocal 我们是glocal We are not local We are global and local 所以我们叫glocal 所以我们要在本地 要传福音 我们到地极 也要传福音 Amen 所以这是上帝 给以色列人的心意 但很可惜 在看旧约历史里面 神这个计划 神这个心意却没有成就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 教会一定要看重宣教 宣教不是因为别人做 所以我们也跟着做 弟兄姐妹 教会需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因为神的心 是要使万人得救 神不是只要让住在 Earvine Orange County的华人得救 神的心意是要使万人得救 所以宣教是教会 第一priority要做的事情 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猜的第一个宣教是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对吗 这个世界的第一位宣教是 Jesus Christ 从天降下 在地上彰显父神的荣耀 所以各位我要说 你的家庭 你的职场 都是你我宣教的平台 我们活着 是为了见证神的领域 所以以色列人 在这样的事情上 失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后来以色列人 背腻 顽梗 硬着自己的景象 不愿意顺服神的心 所以神从一个家 到一个民族 最后神的心意 转到另外一个 神拣选国家 神拣选君王 神选到了一个人 神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大卫 现在我告诉我仆人大卫 所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阳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阳群 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 弟兄姐妹 你有看到一件事情 在这第一段的里面 我从阳圈中将你怎么样 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阳群 立你做我以色列的君 所以快句话说 各位这是一个呼召 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 神给他一个呼召 神给一个民族 以色列一个呼召 现在神给一个君王 有一个呼召 我立你做君王 不是因为他特别 因为神呼召他 神拣选他 神要使他 治理以色列家 所以我们继续看 神说怎么样 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们同在 剪除你一切的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各位 这句话听起来 跟亚伯拉罕是不是一样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使你的名 为大 对吧 神现在同样对大卫说 我要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上帝终极的心意和拣选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神从来没有改变过 什么叫做大名 换句话说 他会有影响力的 Amen 为什么邀请各位来参加这个 Leadership Summit的聚会 因为这些人 各位你真的 你来了你就会听到好多 我在看今年的节目的理念当中 有两个讲员讲的时候 我真是泪流满面 我说神的 你给他们如此高的地位 原来是因为 你透过他们祝福了这么多 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 非常有影响力 所以各位 我奉祝了你 祝福你 求主祝福你 使你得了大名 Amen 不是为我自己 名片上可以再印一些重要的名字 使你得了大名的意思 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在职场上 会发挥影响力 所以神给大卫有一个 恩典 祝福 就是使他 有影响力 Amen 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 但是我真的求主祝福 让你们真的 有一天 真的 也就像新南国小 我听说他们回台湾以后 哇 有很多人就开始分享 这个 其实新南国小 跟刘哲 如牧师 他们起初做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就是服事贫穷人 对不对 但是哪里知道神使他们得了大名 Amen 因为要用这个见证 再祝福更多的人 不是他们从小 你想刘哲 就是事奉主 不是贫穷人 哪里知道神 就提升他们 使他们得了大名 成为别人的主 所以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各位我再把它拉回来 得祝福不是为我 得祝福是为万民的虚 这个对准 这个对齐了 我告诉你 你我会经历上 很多我们想不到的祝福 如果所有的祝福 只停留在我这个人 财迷油盐这样促查 我告诉你 那不叫祝福 那叫自私 所以我相信 神多给我们 神也会向我们夺取 对吗 圣经是不是这样说 神多给谁 神就向谁夺取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有更大的责任 有更大的托付 是神要给我们 所以换句话说 我把它很快地 把它练过去 这段经文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 怎么样 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不再向从前 扰害他们 并不向我命 逝施 治理我们 以色列的时候 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并且我 耶和华 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当 大卫 对准神的时候 神说 其他的事 通通 I take care 好不好 他对准神 神说 所有一切 我负责 是神栽培他们 是神选定地方 给他们 是神照顾 他的家 是神使他不受一切仇敌的搅扰 这些都是神为他做的 他只做一件事 对准神 好不好 各位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真的要经历上帝丰盛的恩怨 对齐上帝的心意 我要说 今天包括你在职场上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包括你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要对 我们每个人要对准神 当我们对准神 我相信神那个永恒的子 你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不但如此 神对大卫说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 殿余 我必坚定他的国 为迟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 责罚他 用人的鞭责罚 所以换句话说 神一定会有管教 但是神给大卫的祝福 我使你的受数怎么样 满足 所以弟兄姐妹 我奉主的名宣告 在神没有接我回去以前 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Hallelujah Amen 这意思就是说 在我的家族里面 没有夭折的 Hallelujah Amen 每一个都是要受数满足 所以换句话 如果你从这段经文里面 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大卫 独鹿兽 三样都拿到 Amen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 不就追这三样吗 对吗 福 路 受 神使他成为大名 不就是路吗 神使他岁数满足 不就是受吗 神使他环境不受 任何的教练 各样大大大大大 一大堆不是福吗 福路受 三样都有 感谢主 感谢主告诉你旁边 我也有 Amen 我也有 我一定会有的 Amen 福气啦 Amen 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对准神 这三样是不会缺的 这不是只有在大卫 你看到是不是在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也是看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回去看圣经 那些真正遵行 对准神心意的 这三样都有 所以神就对以色列说 怎么样 我要将大卫的钥匙 放在他的肩头上 他开 无人能关 他关 无人能看 所以各位 大卫有一个特别的心意 就是大卫选择了 耶路撒冷为 他的精神 其实 神有更深的心意 神看到他 大卫选耶路撒冷 为他的精神的时候 神就赐福给大卫 为什么 因为耶路撒冷 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 你就知道 耶路撒冷被称为 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 那是上帝的心意 但是大卫却把上帝的心意 做出来给他 哇 超棒 兄姐妹 如果我们所做的事 是做在神的心意上 我们一定会看到神 怎么样祝福大卫 那些名字叫David 神祝福 Amen 为什么有很多人 后来都改名叫David 因为越看越 越觉得这个名字 的确是不错 Amen 所以各位 真的 神说我必将大卫的钥匙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 我很快要跳过去 时间练顾 各位我要告诉你 这个大卫的钥匙 最后是叫在谁的手上 这个大卫的钥匙 最后是叫在这个群体的手上 就是教会 其实我在这里很快地讲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神期待透过这个家祝福 但是这个家后来就 哇 颠颠簸簸 所以神最后没有办法 神选了一个民族 你知道吗 透过以色列人 后来以色列人 背着景象 背逆神 所以后来神 再兴起君王 来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神就开始怎么样 透过君王 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君王 就是大卫 所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 大卫是整个以色列的 全盛时期 所以今天以色列的国旗 就是一颗星 叫做The Star of David 大卫之星 所以以色列人都在想 怎么样恢复当时 大卫那个朝代 那个上帝的统战 因为大卫懂得神的心意 因为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这个国家被读 但是很可惜 这个王之后怎么样 如果你看《猎王记》上 就开始写了 这王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那王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所以看到的 一代不如一代 对吗 最后看到神在历史 从创世以来 上帝的计划 因着人的软弱 跟悖逆 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最后神用了一个群体 就是他自己的教会 就是你我 所以各位 你我处在这个世界 在耶稣基督 再来之前的最高潮 你们不兴奋吗 你我在耶稣基督 再来 我们处在这个世代的 最高潮 因为再来 就是基督再来 所以今天教会 是上帝的心意 要赐福给教会 赐福给他的子民 好叫我们能够完成 神终极的心意 叫万民 得福 Amen 好 我要结束在这里 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将 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捆绑 把你在地上所释放 在天上 各位 这一段的经文 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 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 耶稣说 I will build my church 神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各位 什么时候 耶稣才把这个上帝的心意 教会这个字给拖出来 神在什么时候 才把这个启示放出来 是在神 耶稣基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这群门徒跟了耶稣 一段时间以后猛茶茶的 耶稣问了一个问题 答都答不出来 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 有人说是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你是这个是那个 耶稣说 I don't care别人怎么说 你说我是谁 门徒一个都没有讲出来 只有一个 彼得 彼得说什么 你是彼赛亚 是神的儿子 当彼得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耶稣就接着马上把他的心意讲出来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所以换句话意思是告诉我 当神在世界 在这个地面上找到一个真正懂得神心意 而且了解认识神是谁的 神就要透过他建立他的教会 Amen 所以耶稣就把这个心意托出来说 那现在开始我可以建立我的教会 所以耶稣对彼得说 我把什么 天国的钥匙给你 换句话说 各位如果你注意这句话 那个钥匙就是大卫的钥匙 就是大卫的钥匙 因为他开了 没有人能关 他关了 没有人能开 所以各位这把钥匙已经交给我们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打开天上所有一切的资源 我们所需要的 不管你在职场 在工作 在家庭 甚至在教会里面 我们所需要的资源 其实神都有 我们只需要运用主给我们的全民 打开那个门 Amen 所以各位 这个key 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不开这个门 所有的资源都会被blocked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我拥有你的车子的key 最好是那个 最好是那个 whatever OK Texla 如果你给我一个Texla 说牧师来给你 我会很兴奋 对不对 拿了个钥匙 哇 Texla 然后告诉人家 你看Texla 然后两天以后 人家问我说 你有没有开开开的 我说没有 但是我有这个钥匙 兄姐妹 这个钥匙给我们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get it and try 所以各位 我喜欢英文圣经 这里说怎么样 这里说 Complete and free access to the God's kingdom 这个钥匙可以让我们 在神的国里面进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 很有意思 As yes on earth is yes in heaven And no on earth is not in heaven No in heaven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权力 就是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释放上帝的资源的时候 这些资源就会用在 他的国度里面 所以上帝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要祝福他的教会 但是上帝也有同样的一个使命 是要他的教会 成为万国的祝福 所以什么时候教会 block这个祝福的时候 神的资源就停了 Amen 所以各位 我期待我们教会 包括我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对齐我们的神 Amen 当我们对齐的时候 我们的家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世世代代 会看见上帝的祝福 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俩就好了 不要走